日本股市升了131.24916 南韓今日假期休市澳柳股市 澳洲方面7041.61 西西蘭股市升27.11772 今天早上金價2038.71美元一盎司 現貨金另外油價升多1.76美元 125.46美元 和4月份紐約期油 疫情之下對於不少行業當然是有個打擊 特別是在人手上安排 有時會面對著人手不足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人手上的控制其實是很重要 特別是很多人說中小企工作上的人數也不是真的那麼多 所以基本上這方面 在人手上如果真的有人染疫的時候也有很大的影響 人手安排當然是最重要 你說中小企香港佔了八成、九成 支撐著整個經濟運作 有時候我們叫微企 15人以下的公司 如果你說有時不要說員工檢疫 純粹說大家要全部work from home 可能營運上也要很多問題克服 無論是人手而照資金問題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談談 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主席 和我們談談 先言早上劉主席 是早上劉主席 疫情下你收到會員在第五波發生之後 那個衝擊影響主要在哪幾方面呢 有幾方面呢 第一樣就最主要一件事就是 沒有生意做 有一些行業就被政府叫停啦 不准做啦 那有一些呢就因為疫情關係啦 就是你開店也好啦 你都不夠人 就是沒有生意啦 就是沒有人流少呀 那些人不出來買東西呀 零售那邊就比較慘啦 那所以呢就 第一點最主要就是沒有生意 第二點呢就是剛才說啦 就是人手那方面呢 就有些人中了招 那他就回不了啦 或者他是 就是close contact那些 又回不了工啦 那變了呢就 人手那方面就短缺啦 那短缺的話呢 就你 就是能夠頂得到就頂啦 如果頂不了的話就會 就是局部 上不了工那些 那你就開不了做不了生意的啦 那其實呢就我們 前天呢就開了這個董事會的 那在座的呢都有 就是online做啦 那都有四十多家公司的代表的 那也都後來呢 我們也是有 就是問過他們有多少人中招呢 那統計到昨天呢 都有三十多家公司呢 就扶回我們啦 那總數呢 都有成 一百五十多人中了招的 整體人數呢就大概是四百 四百家企業 不是 所以四百個員工 總共三十多 三十二家企業就有 這個四百幾個員工呢 就是有 一百五十個呢 換句話說呢 又是有 再說這個三十二家企業 好像每個都 都在禁止了 那這個三十六的 你們呢 三十四十八一家企業 那這後來呢 不然他們 就是 這就是 罷了 罷了 那些 這個 這些都是困難 第三方面就是資金 你生意做不到 你的支出減不到多少 例如租金、人工方面 減不到 減不到的話 你又要拿錢錢出來 去填那條數 很多企業現在很頭痛 在那個防疫抗疫基金上 幫不幫到手 特別你剛才提到第三點的資金問題 政府其實都有很多 一些百分百的擔保貸款 那些又幫不幫到手 四個字 杯水車身 譬如你 親飲業來說 你叫人家晚上不要開了 還有你限制得兩個人一台 那就變成生意大減 如果你只做外賣 可能做10% 20% 20% 你沒有了八成生意的話 你那條數就很難接近了 那你政府補回多少給人呢 補回十幾二十萬 就是大間那些 有些補得兩萬多 整體來說 你可能都不夠交半個月的租金 現在你叫停了 是由一月幾到現在 差不多有兩個月的了 那這兩個月你補得它 那半個月的租金錢 還沒計算人工錢 那你怎麼搞呢 就是全部都要僱主頂錢出來 那相比2020年 特區政府推出補就業 補企業可以補住工作崗位 那當然有些不同的意見 那今年財政預算 回轉就把錢直接派到消費券 那但是又未必受惠於所有的行業 那你怎麼評價這個消費券這個措施 比起補就業呢 那補就業和消費券是完全兩回事 因為呢 就說之前補就業的計劃呢 它就不理那麼多 所有企業是有商業登記的 你又供給它那些金的 那那些員工就全部都有 都有一定的金額 但是呢 當時呢 就是走得太急 就變成連那些 沒有受影響的企業 或者甚至乎是受影響 是正面影響的那些企業呢 他都幫了他們 那就變成了不均勻 就需要那些 只有計稅那麼多 不需要那些 你又繼續給它 那這個就不公平了 我們現在都希望它呢 繼續行這個補就業 但是呢 就集中火力 只是給那些 是有需要的那些 企業然後才補 那至於消費券那裏呢 那裏呢 就那個作用不大了 因為你叫停了那些企業的時候呢 那他們想洗錢 都沒有地方可以洗到 可以這麼說 現在還沒有發出 他說 4月份發 就不知道他在4月什麼時候發 4月之內 那你發了之後,很多企業最快要20多號才能開回 4月20號才能開回 現在4月20號,21號才能開回 變成你想花錢都花不到 再加上,有些人就沒有這樣去花 濕情也受到影響 有一些東西要買的,有一些他們有這種慾望去買 上次那五千元可能要賣了 再給五千又給五千的話 這個他留回來儲蓄,用來耗備錢就好過再花錢 原來根本對經濟的支撐不太大 另外,也想看看業界方面 接下來的部署是怎樣 財政司司長也提出一個措施 暫滿追租立法 原定是三個月後可以延長到六個月的追租期限 現在就說收定到三個月的保護期 不會按照情況延長 並且都增加了豁免條款 如果業主和租戶在保護期內 達成減租協議 就不會受到這個措施的規管 你自己看回中小企 有些是業主,有些是租戶 怎樣去看這件事呢? 他所謂三個月就三個月 接著現在改回三個月 實際上他 具體他不是很明確的 他整天都是三個月 據知他由1月1日開始計算的 但是那條法例還沒有通過 最快你都要三個月中才能通過到 就是經過立法會的通過 通過之後呢 由4月1日開始 那你一月到3月這三個月 你追不追得租呢? 那是不是由4月到6月才呢? 就是有些灰性地帶呢? 其實照我看 就是如果你1月1日開始 到6月尾呢 就是說你其實都六個月的了 嗯 那就說回我們是不是 中小企、租舖那些 企業是不是受惠到呢? 嗯 就是很輕微的受惠 真正是說 想說在這個時間裏面 是繼續運行下去的話呢 那些企業是會受惠到的 但是很少是這些情況 因為你這個延遲減租呢 是不代表你是不用付租的嘛 就是說你 你遲多3個月後 6個月之後 你始終都要付 你的債務始終都是高抬的嘛 如果你是 你的營運資金是不足夠的 你生意做不到 導致不夠資金的話呢 你都是在驗租 你將來都要付的嘛 所以你將來 主要就是你看不看到前景 你這個行業 是不是有一個前景 一直給你看到呢? 如果你看到的 你就繼續營運下去了 守著先 如果你有資金 如果你有足夠人 擁有資金的話 如果你有足夠資金的話 如果你有不足夠資金的話 建議他們早些 早些 如果你是本身有業主出租的話 對他們來說當然是有點不方便 因為有機會收不到租的 如果吞辭三個月也好 如果吞辭三個月 他們沒有收入 這個租客有機會會走帳 他到時如果是有行公司 他玩多三個月 當然也做不到生意 他不如到時三個月之後才關門 對這個業主來說 那個危機會高了 三個月收不到租的機會會更加大 又或者那個減租幅度 其實你覺得應不應該定定呢 因為現在說如果真的有業主肯減租的話 就不受這個法例規管 但也沒有定定一個幅度 就不需要定定一個幅度 就不需要定定一個幅度 大家協議而已 其實這條例 其實我們覺得也不需要 因為你這樣是令到自由市場有些扭曲了 你租人的設施是好 怎麼也好呢 你是不是應該要付租呢 你付不起租你就不要做了 就是如果你強行就要叫他遲些給租 變成好像扭曲了整個營運的運作 那有些少有些多 如果你再定了他 你一定要減多少租的話 那這個我看就更加不適合了 嗯 就是香港 整體來說應該就 就是應該大家讓他們租客 和那個企業大家去溝通 就是你減真的減 如果減不到的大家計條數 做生意到 如果真的減不到的 那就是結業了 那那個業主他也會想的 你走了 他未必是可以立即可以租給人 起碼都有兩三個月的丟空期 那變成他也要想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如我減租給你了 或者不收你一兩個月租了 或者三個月租了 等你有機會復甦之後 才有機會收到租 都是業主租客自己調適 比政府畫紅線 變成沒有彈性 但是你們會員 中小企現在在寫字樓租金方面 是不是都有明顯的下跌呢 就是租辦公室 是不是反而更容易了 有些音樂耳效應 大家搬一下區 中環可能搬去灣仔 中環還有省省省省省的租 是不是都多了這些流動 有的 有很多現在搬去 比如九龍灣 一大觀塘 新浦江 或者長沙灣 很多的舊的工業大廈 都改裝成寫字樓 這些租金相對於中環、銀螺環來講便便便宜很多 看看企業的形象會否受影響 譬如你由中環搬去其他地方 會否別人覺得你會倒閉自己 也要看看你是哪個行業 所以租務那裏 這剎那當然是比起高峰期低了 還有公設率都高了很多 因為供應是大了 需求大幅減少 這個特別是你看零售 你看這些貨幣 這個時候經濟是差 那最近大家都在說物流運輸在疫情 或者一些國際形勢方面都有影響 你自己看回中小企方面 在物流運輸方面的專頂委有沒有什麼影響 在香港本身來講 本土的運輸應該問題不大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大陸運輸下來 或者是香港運輸上去大陸的廠 或者是工業商那裏 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中港司機大概有兩萬多三萬 現在居民有八九千 有三分之一左右 他們是上不到大陸的 因為他們有感染 或者之前他住的那個區 他住的那個區 有感染他自己都上不到去 所以就有很大部分 是被他列了入黑名單 所以變了你找貨車 現在有困難了 起碼現在加了兩成到三成的車費 所以這個對我們營運 也有困難 之前更加是找不到車 最近就好像是好些了 但是情況也不太理想 都加了價 都在疫情之下 大家都要各方面都努力 不同系統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希望疫情快些 今天謝謝你 先劉大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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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